法轮功名汇网 不论其一,师父一挥手,全人类没有病,大法弟子却生病 我们一上来就要百脉全开,到今天为止 我们百分之八九十的人现在都达到一身轻的状态,没有病 照这些经文上的说法,那些修炼大法的既真友善且忍的大法弟子应该是无病一身轻吧 可明慧网却说,大法弟子也是会生病的,有的病得还不轻 石家庄某法轮功学院,1994年4月开始修炼法轮功 1994年8月26日,上午九点多钟就感到身体特别难受 头昏眼花,无法站立,几乎要昏过去 刘维胜,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2002年12月的一天,却又犯了肺病 矛盾其二,师父要求去与钱财执着心,大法弟子偏偏爱惜钱财 李洪志多次说,执着与钱财之心得放下,能够把他看淡,看清 他能把那钱财看得那么重,根本就不可能的 可是明慧网神迹文章,却让李洪志陷入了前后矛盾的尴尬见地 有的大法弟子写道,这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 没花一分钱,直肠癌竟不治自愈了 有的写道,几年来遮磨我的,使我痛苦不堪的病 没花一分钱全好了,脸色还有黑绿变得红光满面 这些大法弟子们,为疾病痊愈,且没花一分钱而沾沾自喜 其爱惜钱财的常人心态,表露无遗 矛盾其三,师父要求去情,精进弟子,恋恋难舍亲情 李洪志多次说,求给亲人消灾消病,都是对心情的执着 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 可明慧网的神迹文章却完全相反 有的这样写道,没想到老伴没打针,没吃药 不到两年,他肺里面的癌细胞全都不叶而飞了 现在已有四年了,人也长胖了 有的写道,不到两个月,我身体的所有病症都消失了 胀口也变得乐呵呵了,一家其乐融融 这些通过修炼,竟能让亲人疾病痊愈的大法弟子 可见其得道之深 可就是这些精进弟子,为妻子痊愈 儿女生学等事,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完全沉沦于亲情的执着 矛盾其次,师父对疾病束手无策 弟子却能妙手回春 2006年3月,法轮功骨干李国栋因肝癌在纽约病 其病危期间,法轮功骨干希望李洪志适用法律救治 但李洪志却称自己的法律已全部对准了中国的领导人 2006年6月22日,法轮功骨干风力里因一线癌 在美国休斯顿病适 李洪志依然置之不理 2007年12月,韩国法轮大法学会骨干全判裂 因车祸身受重伤 这次李洪志亲自为其发正念 但仍未能挽回其生命 而明慧网的神迹故事 宣扬的却是大法弟子妙手回春 救人于无形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